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您说像种子也分有优等的 还有中等的 还有所谓的比较差的种子 就是您刚才也说天生我才必有用 我非常有感触 如果没有这次冬奥会 如果没有咱们的比赛 我可能也不会找到我心中的那个梦想 所以我特别好奇的一个问题就是 您对于天生我才必有用这个点的前置条件是什么 其实我也是一个差生 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大概逃学 逃了大概一学期 您逃学都是以学期来算 其实反正那时候也应该是叛逆期吧 再说到我们这个水道上面 我所做的都是跟别的老师不一样 都是矮的 分年也分不了的 专照不起眼 对 我的老师也是一样 哎呀小秦 你竟然做这些要死不活的 我们现在主流都是做高产幼稚的 你做这些要死不活的东西 有没有什么用呢 因为我当时也没敢说我有用 但是我今天想说真的有用 小微 不是小微 植物水道里面有叉生 我拿来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叉生代表队 这个其实看着不叉呀 试水 你来试试 什么意思 你来看水劲大 掰一下 掰一下 它不断 给你 你再来试试 舌儿不断 这个好脆呀 是 它情维素低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八十年代就发现的一个突变体 所以它是属于叉生 它属于叉生 但是它也有 我们最初做这个事的时候 我们养鱼 稻鱼共生 稻鱼共生的时候用草 叫稻草是最好的 这个嫩 它情维素低 如果要是在我们现在大田植物上面 它也许是叉生 但是在环境里面它就是优等生 所以我觉得叉很好的相对的 我觉得你的人生比我们活得更精彩 是吧 更有东西 我属于挫折比较多的人 所以我跟你也共鸣 人生做都是给自己做的 不是给人家打工 做任何事都是为自己积累经验 成败是身外物 但是一旦成功 你也成功了 观集 观集 观众 看 分 光 我想